立柱的绘制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立面上进行绘制 在这里我们捕捉一下它们的高度 对它进行一个扫描 然后摆放一下位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来摆放一下它的位置 可以每间隔一米就放一个立柱 我们先复制一根下来 复的一米 在这里好像分布的不是太均匀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调整一下 这边同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来根据我们的一个工作经验 来看一下它适合的一些比例 在这里放好之后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一些位置 让它看起来比较均匀一些 大概的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选中它们 同样的选中之后我们可以对它直接进行一下塌陷 在我们的工具栏 对它进行塌陷 让它们变成一个物体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的是玻璃的栏杆 所以我们来汇集一下它的玻璃 同样的在顶饰图里面来进行 绘制 从中心点开始绘制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 Sweep的扫描 同样的可以用Sweep来进行扫描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个 一米 摆放一下位置 我们也可以让它的玻璃 有一些镂空的部分 可以将这里改一下 改到850也可以 让它有一些漏缝 看起来模型要精致一些 800 然后厚度可以给它一时 然后为它添加一个材质 阳台的玻璃和我们平时窗户的玻璃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为它添加一个材质 这样我们的阳台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再往左进行绘制 同样的我们先来绘制我们的墙体 同样的我们先来绘制我们的墙体 可以更改一下名字 切换一下它的颜色 在这里我们墙体已经好了同样的方法 我们要来做我们的窗和它上下的墙体 在这里下面的墙体也就是我们窗台的下颜 它一般会距离我们的高度是900 在这里我们先画一个矩形 然后再来调整一下它的笔列 将高度更改为900 对它进行挤出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我们平窗的大小 在这里我们窗户的宽度已经有了高度 一般平窗的高度住宅的会在1米5左右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绘制个1米5左右的窗 同样的绘制一个矩形 然后来更改一下它的高度 更改到1米5 然后将它转化为可编辑样条线 复制一根到中间 进行扫描 调点 让它对齐于墙体中心 绘制玻璃 然后剩下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它的墙体 挤出200的墙体厚度 用对齐工具 这样左边的正面墙体我们也已经基本建好 建好了之后我们再来向左键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它有一个飘窗 飘窗的键法和我们的平窗不一样 在这里我们来演示一下 在这里首先我们先来绘制墙体 同样的我们选择用线来进行绘制 然后对它挤出标准层高2米8 然后更改它的材质颜色 墙体有了之后 现在我们要来推敲一下我们 飘窗的大小在这里 飘窗有时候窗户的高度一般控制到1米5到1米8之间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一个比较折中一点的 做到1米7左右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直接绘制我们的窗户 更改它的高度 在这里更改到1米7 然后让它对齐于我们墙体的中心 然后来挥着窗框 然后来摆放一下位置 对它进行扫描 5050 同样的我们可以选择复制 在这里直接拷贝 旋转一下 然后来更改和调整它的一些造型 对点进行调整 首先全部转化为脚点 然后再来调整 同样的这里 这里 绘制好 在这边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一样的先来给它 添加一下它的材质 然后来绘制它的玻璃 然后来绘制它的玻璃 捕捉到中心点 用Sweep掃描命令 厚度改到5 高度改到1米6 把位置摆放好 更改一下它的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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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窗的玻璃做好之后 现在我们要来绘制一下 它的窗台 首先来绘制